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猴子捞月 一天晚上,一群猴子在树林里玩耍 有的在树上蹦蹦跳跳 有的在地上打打闹闹 其中一只小猴子肚子跑到树林外 在一口井旁边玩耍 他趴在井的边缘,往井里一伸脖子 忽然大叫了起来 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你看,快来看,月亮掉进井里去了 一只大猴子听到叫喊声 来到井边,探头一看,也大叫了起来 哦,哎哟,月亮怎么掉进井里去了 他们的叫声,他们的叫声惊动了猴群 老猴子带着一大群猴子朝井边跑来 当他们看到井里的月亮时,一起紧叫了起来 哎呀,完蛋了,月亮真的掉进井里去了 猴子们叽叽喳喳地叫着闹着 老猴子说,大家别嚷嚷了,我们快想个办法,把月亮捞起来吧 井边有一棵老槐树,老猴子率先跳到那棵树上 头朝下,倒挂在树上 其他的猴子就一只接一只地倒挂成一长串 小猴子最亲,挂在最下面 他的手一伸,就能碰到井水了 大家心想 这下,我们总可以把月亮捞起来了吧 小猴子轻轻地把手伸到井水中 对着明晃晃的月亮一把抓起 可是,除了抓住几滴水珠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嘿,嘿,嗯,嗯,没有 小猴子就这样不停地抓呀捞呀 折腾了老半天了,依然捞不起月亮 倒挂了半天的猴子们觉得好累,都有点支撑不住了 他们说,快点捞呀,怎么还没把月亮捞起来呢 老猴子也觉得腰酸腿疼 他猛地一抬头,忽然发现月亮依然挂在天上 他大声地说,不用捞了,你们朝天上看 众猴子抬头一看,月亮裹着好好的挂在天上呢 好了,宝贝们,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